Dream World 最後一天 玩到 Dream World 又是召車去的 召車可以用GRAB 召車APP 便宜很多 很快去半個小時車程 便會到這個山卡拉地方 Dream World 裏面有三十幾個設施 給我們玩 不過我不太拍了相 相片只有幾張 影片有兩個 之前上載了 可以大家看看雪場 和激流滑水 那個真的很好玩 由於我在香港 付錢 便要進去櫃桌等 拿票 搞定之後 他會給你貼紙 給你一個地圖 便可以玩 我就發現很多 外國人和香港人 或者大陸遊客 都會來Dream World 玩 不過排隊 當然沒有香港 那麼厲害 好快 每一個設施 好快 都可以玩 這裏 如果唱錢 只可以唱美金 不會有其他貨幣 可以給你 所以建議大家 就唱好錢 才來玩 因為裏面的食物 野飲都很貴 都貴的 但是不會貴過海洋公園 很貴一點 比平時買的 都接受到 比香港好多 不過地方都很熱 很熱 那 就只拍了這個景點 拍了個阿伯在這裏看書 很多人都搶著和這張椅子拍照 那會見到岸斗 還有其他不知什麼來的 都會在裏面 可以拍照 那這個就是 初初進去的時候 會見到很大個地球 Gym Rail 令我想起 環球影城 環球影城都是這樣 不過 是差點 而且這麼熱的天氣 進去已經想脫衣衣服 好快的場景轉到這個雪場 那 外面 40度這麼熱 這個雪場 就負6度 那 就會有鞋和衣服 我現在穿著這個 那 片 大家回到之前那裏看 玩完 就搭車回到酒店 酒店 就 玩完6點幾度 回到6點多7點 下回到酒店 在7樓 下回到6樓 就會有一間餐廳 唯一一間開了 5點後 其他都收了 那這些就是 在酒店下面 6樓 泰國餐廳吃的東西 都幾好吃 不錯 這間都幾高質的 都推介給大家吃 最主要推介就是 這個蝦都不錯 醬汁都調得不錯 那 最主要推介就是這個湯 它沒有冬蔭公那麼辣 和酸酸的 我接受到的 那 就 小鍋都夠了 小鍋都是很大鍋 兩人分量 如果是大鍋的話 我想就四人分量 所以大家就看出來叫 因為它的東西都幾大鍋 晚上的時候 就會有少少夜市開 這個特別特別推介 在我的酒店附近 那 就是 它那些 類似的煎薄餅 但是 加香蕉 它會問你 Banana Banana 那 做 就拌了些蛋 然後呢 就 看到一些餅 那 有些人就會加Banana 有些就不加 那 我覺得呢 加了好吃點 但又不太甜 那 最終有 花生醬 有朱古力醬 有煉奶 你可以三個都加完 但是我只喜歡煉奶 那 所以我就加了煉奶 買完 就回到酒店 那 坐下慢慢吃 那 這個呢 其實我在香港都想買來煉奶 但是 不過也麻煩 那 所以在泰國呢 我就差不多每晚都有吃 特別推介給大家 我來點 爆燈 這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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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